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透过Drama Bible 一起来读第十节到第十六节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排柜 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 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 第十节要用造甲木做一个柜 造甲木是这个旷野最常见最便宜的一种树 那这个树基本上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它在旷野 所以它耐干旱 再来它防虫 再来它蛮结实的 再来它很轻巧 所以做约柜是很合适的 因为约柜常常要随着这个云柱火柱的移动 所以约柜也要被扛台来移动 你用太重的木头 移动就比较不是那么方便 那就稍微它 这个上帝告诉摩西 这个约柜的尺寸 长两轴半 一轴大概四十五公分左右 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再少一点 然后宽一轴半高一轴半 所以大概是长宽高是 一百一十公分乘七十公分乘七十公分 其实怎么样 不是很大 那重点不在大不大 重点神有没有同在才是重要 你一个神庙干那么大 神不同在有什么用 以色列人后来背逆神 耶和华的荣耀的同在就离开整个圣殿 圣殿再怎么雄伟壮丽 没有用 神不同在 一样教会盖得再怎么豪华 神不同在 又有什么用呢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十一节 然后呢 要这个果 这个里外呢 就要这个包上金金 所以呢 平凡的造甲木 他这个里外 都要包上这个金金 就是金箔要贴上去 然后呢 四围呢 要相上这个金崖边 有四围都有金的这个花边 就代表这个 金子代表就是神的圣洁 跟神的荣耀 你看一个平凡的造甲木 被神拣选 作为神同在 的一个约柜 然后外面神赋予他 用金子包裹起来 赋予这个原本 非常没有价值平凡的造甲木 成为一个神圣的器皿 他代表什么 代表你跟我 代表什么 代表教会 我们都是淬人 都是平凡的人 但是神用他的 儿子的耶稣基督 宝血 洁净我们 使我们最得赦免 使我们分别为神 我们这个平凡的人 就成为贵重的器皿 约贵 他就一个这样很深的 一个树林的意涵在里面 好 然后也要怎么样 这个注四个金环 安在柜的四角上 这边两个环 那边两个环 然后呢 要用造甲木 做两根 长的杠子 也是这样用金来包裹它 然后呢 要把这个长的这个木杠 然后穿进去柜旁的 那两个环里面 其实就是让这个可以扛台 让立位人 在这个云柱火柱 移动的时候 就代表以色列人要拔营 前进啊 那会幕里面的东西都要收拾收拾啊 那约贵要跟着移动 但是人不可以去触摸约贵 所以呢 约贵也不能用牛车运 约贵只能 那个立位人亲自用 扛台的 那所以呢 就在这个约贵上面 做了四个环 然后有两根长杠穿进去 方便人可以扛台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十四节这边讲到说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 以便 台这个柜 那这个杠呢 要常常 就是放在这个柜的环内 不可以抽出来 也就是说到了 下一个云柱火柱停下来的目的地的时候 就要重新扎营啊 会莫重新 这个支搭起来 约贵就把它扛台 放好之后 那杠子就不收起来了 什么时候收起来 等到这个 下一次要出发的时候 杠子就先把它抽出来 然后呢 把约贵本身要包裹包好 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 会幕里面的曼子 把它包在约贵上面 第二个 再把这个会幕的 最上面的海口皮 也把它包在约贵上面 最后再用这个蓝色的毯子 把约贵整个包起来之后 再把那两根杠 穿进去 来扛台 那这个是非常讲究的 这我们在 接下来的一些经文 都会继续来介绍 好 十五节 就告诉我们 这个杠子在停下来的时候 是不要抽出来的 十六节 这个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这个约贵里面 所以约贵里面 有几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 上帝的这个十节的这个法板 第二个就是这个 有一个罐子 里面放的这个玛拿 第三个是这个亚伦 他发芽的杖 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约贵里面 那所谓的法板 这个字的原文是见证的意思 它代表什么 代表是我们跟神立约的见证 古代两个国家 他们有立约 他们就这个约是一事两份 签完约之后一事两份 各带一份 回去放在他们国家的神庙的 神像的脚前 那以后如果两国发生什么纠纷 就各自从这个 他们神庙的神像的脚前 把这个一事两份的约拿来对 到底是谁毁约 是谁不对 那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在这个 这个约贵里面 有放的这个两块的法板 有两种说法 就是一事两份 所以这两个法板 第一种说法是说 两个法板写的 上面写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份是给神的 一份是给以色列百姓的 所以一事两份放在一起 另外一种讲法是 第一块法板写的是 一到四戒 人跟神的关系 第二块法板上面写的是 五到十戒 人跟人的关系 但是这两块法板 正面反面都写一样的东西 叫一事两份 但因为今天这个法板 已经没有人可以找得到 所以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 我个人比较倾向是 传统的讲法 就是这个 第一块法板是放一到四 刻一到四戒 第二块法板是刻五到十戒 可是比较少人会去留意到 一事两份的这一种传统 所以很可能真的背面 也会刻相同的 一到四戒 五到十戒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可以参考看看 好 我们继续来读 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 要用精金做施恩座 长二轴半 宽一轴半 要用金子垂出两个基禄膊来 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禄膊 那头做一个基禄膊 二基禄膊要接连一块 在施恩座的两头 二基禄膊要高张翅膊 遮掩施恩座 基禄膊要脸对脸 朝着施恩座 要将施恩座 安在柜的上边 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柜里 我要在那里 与你相会 又要从法柜 施恩座上 二基禄膊中间 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十七节要用金金 做施恩座 我们刚刚讲到金金 就是这个纯金 这个代表 神的圣洁跟神的荣耀 然后要来做这个施恩座 施恩也可以做这个 避罪或是赎罪 所以这个施恩座 其实是一个赎罪的宝座 遮蔽我们的罪的一个宝座 神要赦免我们的罪 那长两轴半宽一轴半 那你看这个他的尺寸就知道 基本上他很像就是约柜的盖子 约柜上面那个盖子 那十八节要用金子 垂出来 就是一整块金子垂出来 不是用雕刻的 要垂出两个基禄膊 你要安在这个施恩座的两头 也就是说施恩座上面 是有两个基禄膊 两个天使 那基本上呢 是用金子垂出来了 基禄膊这个字 如果照这个中东那边的 语言的语意 他的意思大概是从外邦的 异教的角度来解释的话 他就是属于 带球的祭司 或是守护的灵 或是守门者 那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把这个亚当夏娃赶出 伊甸园之后就派了基禄膊 看守伊甸园 伊甸园 不让那个亚当夏娃回来 所以呢基禄膊这边 我们看见基禄膊有时候也会好像神的那个坐骑一样 神就是透过这基禄膊到处 寻行各地 这都是一些比喻的说法 基本上基禄膊就是天使 那他就是有一种好像 设一个界限 就是说好像人不可以任意靠近神的 神的宝座 要对神有种敬畏的心 他的比较功能是这样子 好那基禄膊的部分呢 这头坐 左边坐一个基禄膊 那头右边也坐一个基禄膊 两个基禄膊要连在一起 基本上脸是用那个翅膀连在一起 那连在一起的地方呢 地方就很像一个宝座 那仿佛神就坐在上面 好然后呢 二基禄膊要这个高张翅膀 然后遮掩整个施恩座 基禄膊要脸对脸 然后呢朝着施恩座 要将施恩座安在约柜的上边 所以可能他就是当中他的盖子 然后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这个月柜里面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所以与你相会的那个帐篷就叫会幕 就代表说人与神相会的地方 特别是摩西与神相会的会幕 那特别是好像是那个施恩座 好像就是神的宝座一样 神在那边要跟摩西相会 又要从法规施恩座上面的 二基禄膊中间 好像就那个宝座的地方 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情 所以这边是摩西亚来聆听神的地方 摩西亚来亲近神的地方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我们原本就是平凡的造假木 但是主你却用你的宝血 遮盖我们 洗净我们的罪 仿佛用金金包裹造假木 成为放你的这个十戒的一个约规 代表我们是与你立约的百姓 主啊永远你是我们的神 也求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与你守约 永远做你的百姓 主啊赞美你 愿我们一生一世好好跟随你 主啊因为 主啊你是那位施恩的神 你是那位赦罪的神 你是治理我们的君王 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 愿你得着你一切当得的荣耀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URE——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